在英国搞投资的这个投资人呢 基本都很熟悉HMO这种投资方式 从早期的最简单的这种分租拆分 然后就做一个简单的合规 到后期的要做一些扩建 要做要多加卫生间 然后来满足这些租客的这种 对住房的这个需要 其实它已经不是原来简单的那种分租房了 所以说分租房呢 它就是可以让你有更高的这个现金回报 以此来提升它的这个投资回报率 在英国投资的话 这HMO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么一个投资策略 对于早期从普通整租房 它过度来说 它是一个蛮重要的这么一个发展阶段 所以说单独拿出来讲的话 就是说它可以使你实现财务自由的这个目标 财务自由实践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更多的时间去做深入的 房产开发项目的这个自我提升 房产的投资 在过去20年当中 无论是在中国也好 在英国也好 都是一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它最大的好处是第一 它的安全性 第二 它的可复制性 第三 它的可爆发性 特别是我们知道 英国的房产 具有非常强烈的这种第一保值 第二 它的这个本身的争执也是非常强的 为了满足大家关于英国房产的问题 我们特别推出了这个节目 一个为期12集的 专门针对英国房产的一个专项的介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